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因为6月24号公布了人物群聚传播链 按14415有到过凤山大楼的自住洗衣店 当时还有加强清销 但这回大楼住户有阳性反应 整栋存在有共同接触传染风险 是否29号下午1点紧急招回156名大楼住户 加上针对邻近商家筛检和周边消毒 6个半小时内完成相关作业 赶在4个半小时确定所有人裁检都是阴性 但整栋大楼住户第一天就被分为9个车次 送往旅馆集中检疫 就算一采为阴性但还是得隔离14天 尽管有市府和中央的补助 加起来一天1500元 但住户人需自己贴钱 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在脸书强调 一检测发现阳性就大范围疫调匡列隔离 是要采取最快速的做法 控制大楼传出了阳性的案例 但不止同动的住户相当紧张 其实这个邻近也有非常多的店家跟大楼 事件爆发第二天周遭人积极消毒 因为还有不少大楼警铃 许多店家都关店店休一天 避免高雄人物传播链有再扩散的可能 三地球球上来不想高雄报道